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拥有两个大型海上浮动核电站系统的ACP100S型海上核动力平台 其效率足以为交通式的化学工业员提供巨额的能源 并且对于此的国家利器已经预计在2021实现第一艘船的下水 据信息所知 早在2004年 我国的核工业集团便开始着手自主研发ACP100小型清水堆 这型号是衍生于ACP100新亚水堆的改进版 经过科研工作者的不懈努力 使得该型号具备了十分强大的非能动安全系统 大幅度的提高了反应堆的安全性 相关学者曾对此告诉记者说 由于ACP100小型清水堆的核争气供应系统的设计 大体上采用的是一体化压水堆设计 正在很大程度上 与航母和动力化的设计要求不谋而合 突围反应堆时企图众所周知 航母如今是一个国家护卫领海 正涉潜在威胁的重器 在军队中具有极高的地位 而一艘航母能展现出多大的战力 又是与它的动力系统息息相关 因为它会影响到航母的加速性 行驶速度 续航能力等等一系列重要性能 配备和动力的航母 其实力足以轻松掉打常规航母 对此动力系统可谓是航母的心脏 图为伏特级航母 再加上该清水堆的成本投资相对低廉 这些优点足以使它在众多竞盯者中脱颖而出 获得舰在核动力系统的青睐 近几年来 在科研工作者的努力下 我国舰在核动力反应堆的到了快速发展 其速度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 并且ACP100S型反应堆的总功率 已经逼近于伏特级航母的A1B型 加之其提供的庞大能量 已经解决了核航母建造最为困难的一关 动力系统 到时只要航母其他建造技术跟上 未来核航母想要多少就可以造多少